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就是季桑桑禮拜 削尖連身褲 熱賣之後呢 新出的一款 也是非常厲害的連身褲喔 然後它這一款呢 是更有彈性的 就是它彈力是很好的 就是比上次那個更好 然後其實削尖呢 因為大家有些人不敢穿削尖 所以呢特別找了一款呢 是做背心設計的 有些不敢穿削尖的人呢 就可以看這一款 然後因為它我覺得做的蠻薄的 它不是細節的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俐落的一個背心式 所以基本上你裡面穿一個內衣就可以了 完全不會露到內衣肩帶 然後它的背面呢 也是就是一般背心也沒有做挖尖的效果 所以手臂上看起來 都是非常的瘦 加上你的背面 然後它是做拉鍵設計的 就是你穿特化一樣是拉鍵設計 然後這一款一樣是有口袋 就是穿起來呢 連身褲就是大家非常喜歡有口袋造型的 而且價格也非常的甜喔 大家可以到我上面去看看 然後它是附這個 還有附這個 腰帶 對所以可以自己調整自己的腰 就是你想要躲瘦的那個腰的 小的位置 所以其實瘦的人都不用擔心會太大 有肉的人呢 它這種寬褲就是不貼腿的 所以穿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身上穿的這一款是藕粉色的 然後顏色是跟深色系比較不同的 就是有些比較想穿亮色的都可以穿 然後另外的是藍色的 然後換給大家看喔 好我接下來穿的是深藍色的給大家看喔 其實像夏天我覺得 穿深藍色系列就是 如果喜愛黑色的人呢 可以考慮這種色系 因為我覺得這種色系 穿起來比較不會這麼的熱 然後顏色上呢 其實跟黑色是非常相近的喔 然後它這個版型 穿起來真的非常的鮮瘦 然後其實有些人真的很懶得綁腰帶 你不綁也可以 或是其實我客人很隨興的 就這樣就這樣綁出門 然後我猜給大家看 它其實彈力呢 是有彈性的 然後寬褲呢 比較好穿 就是因為穿起來都很舒服 它是有彈性的學保 好然後跟大家說 如果你要細的話啊 它用平常穿是這樣的 一點寬寬的有沒有 微寬的 它其實彈力是這樣 還蠻大的耶 好 但不要擔心 像腰瘦的人呢 你就可以這樣 它這個寬的那個 寬的這個皮帶 寬的皮帶它設計 就是穿起來讓你縮起來 會這樣的搖身 大概拉一下好嗎 它是做寬的 好 那其實呢 你如果 平常穿你可以把它就塞進來前面就好了 我是大概一下的 我最能比較的就是隨性 調整 或調整好嗎 看不太到 就是其實這樣掛一條在這裡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不喜歡像這樣子 就是水在前面的感覺呢 我教你你就這樣繞 讓我自己最瘦 繞到這個地方 你就把它藏進去 所以其實就看不太出來 就是像這樣 有沒有 完全沒有那種水墜的那一條的感覺 好 那介紹這個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囉 掰掰